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發生在2016年 被捕起24歲的媳婦 殺死公公的案件 罕見的 檢察官雖然是依殺人罪起訴 但是竟然向法官求情 不要對兇手處以重刑 也揭發這起命案背後的 驚人秘密 男子紋身是血 被送進救護車內 救護人員緊急搶救 但是因為胸口的刀傷實在太深了 男子早就因為失血過多 沒了意識 心臟這個部位很明顯的一個 刀傷整個都裂開來 臟氣都看得到 直接跟我們講說 就是媳婦殺公公 傷者送醫前就宣告死亡 什麼深仇大恨 年輕的媳婦要持刀對公公一刀斃命 而且偏偏選在出嫁的這一天 太意外了 死者的兒子口述 他是說看到流血滲出來 發覺有點不對勁 而且他還聽到一聲 啊 聽到爸爸在房間裡慘叫了一聲 坐在客廳的兒子敲了房門 沒人回應 奇怪的是 門還居然被鎖住了 就在家人想不透的時候 門縫流出了鮮血 這可把家人嚇壞了 這部門國家來 送我那些人 公主哀嚨喪動了 就怕出了人命 死者的兒子 趕緊跑向住在樓上的 沈婆求救 人命關天 沈婆連鞋子都來不及穿 衝下去救人 他也是看我門的 對客廳來的人 嚇壞了 他沒做的 他沒做的 地上都是一些血跡 靠近門的那裡都是血跡 員警到房間查看之後 看到胸弦 就是那個 就已經 在一個角落 角落那邊 位縮在那邊 把兩眼呆滯 當時 坐在房間角落的 是24歲的媳婦 而倒在前面 是他52歲的公公 胸口這一刀 連內臟 都可以直接看到 沙爾仁 他就這樣發呆地坐在一旁 十幾分鐘 看著公公血流乾 直到救護人員 破窗截 怎麼這麼狠心 這樣殺公公 第一個直覺是這樣子 包括地方相親 第一時間的想法 都覺得這個媳婦太狠毒 對警方來說 寧靜的山區 四周都是果園 原本人煙就稀少 根本沒有什麼案件 沒有想到這一次 卻發生如此 害人聽聞的 兇殺案 除了 痛恨之外 不就不會下 這麼重的 毒手啊 是什麼樣的仇恨 讓年輕的媳婦 居然要殺人 才能了結 可是當警方回到了現場 鄰居的說法 讓人 摸不著頭緒 沒有 感情都還好 奇怪 也都沒有發生過 沒有沒有 早上也沒有 都很高興 鄰居說 命案這一天 死者跟媳婦他們一家人 準備要去戶政事務所 來幫媳婦跟兒子 登記結婚 明明都高高興興的 根本沒想到 文靜的媳婦竟然會殺人 而且是殺了公公 那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偶然的口巧 還是一時情緒激動 一時間 沒人知道殺人的原因 警方就把兇手 和他的老公 也就是死者的兒子 帶回派遇所 好好問個清楚 看起來就不大像 夫妻 來我們派遇所的時候 就很平常 話語不多啊 根據警方的說法 這兩人互動 根本不像是即將登記結婚的夫妻 就當警方察覺 這一對夫妻怪怪的時候 行凶的女子 突然全身貪軟 後來她又說身體不適 身體不適的時候 我們又把她送醫院 她的家人是跟我們講說 她有喝那個保溫瓶 那個叫做 一個農藥 叫做萬寧粉 原來 媳婦殺公公之後 自己也喝下了農藥 還好送醫後救回了一命 就是這個灰色的保溫瓶 裝滿了可以殺死各種害蟲的農藥 萬寧水 這媳婦根本是早有預謀 不但是要殺死自己的公公 還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更讓警方摸不著頭緒 到底 殺人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殺你公公 然後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跟我講說 那個不是他公公 那是他的枕邊人 警方沒想到 這名媳婦在清醒之後的 第一句話 居然讓這起 殺人案件 大翻盤 公公是這邊人 這根本聞所未聞 難不成是不倫戀被發現 要殉情嗎 遠景看了看 在一旁守著女兒的媽媽 兇賢的媽媽跟這個死者 是在一起 但是也沒有辦理登記 也沒有結婚 他媽媽就帶著他 還有他兩個哥哥 可能也是需要找一個 經濟這樣的一個支柱 他媽媽本身是做證券 證券 那跟這個死者的認識呢 也是因為就是 股票 客戶的關係 警方深入調查 原來 10年前 媽媽離了婚 和當時還是客戶的死者 在一起 就帶著女兒和兩個兒子 來到這個農村家庭 和對方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但是就在女兒15歲 國中二年級那一年 整個情況 就不對了 他跟他的肌腹發生了關係 然後這個關係呢 每隔兩三天 就一次 女兒被迫和肌腹發生的關係 兩人就一直維持固定的性關係 展開了相差28歲的不倫戀 可是隨著女孩逐漸長大 他知道 這是不對的 那 他在他20歲的時候 他想要結束這樣的關係 他肌腹當然就不願意 他就他就威脅說 你如果不繼續這樣做的話呢 那你的 你的一些生活費啊 什麼東西 等你們生活費 我就要跟你們 跟你媽媽要 肌腹原本就很兇 不僅不願意停止不倫戀 還揚言要找黑道 對女子的家人不利 女子很害怕 想要找朋友來幫忙 可是他從高中畢業之後 就被季婦困在家裡 不准升學 不能工作 連手機也沒收 女子的世界 就只剩這個小小的家 他其實他很痛苦 所以他自殺過 前面已經自殺了兩次 他是真的很有決心 他喝了農藥騎摩托車 最後可能 他是說整個昏迷意識 然後撞車 發生很嚴重撞車 然後車子 差一點 也救不回來 女子長期以來 都不敢透露自己悲慘的遭遇 更意外的是 他發現月經遲了好幾個月 一驗才知道 自己已經懷上了繼父的孩子 那一年 他才20歲 他爸爸又跟他講說 這個是他做使館因的 然後他也相信了 所以他為什麼 他就是說他們要結婚 讓外面的人知道說 這是他跟我兒子生的小孩這樣子 辦喜宴 但是也不是說辦得很隆重這樣子 有請客 但是沒有去登記 這起複雜的不倫關係 不要忘了 還有女子的媽媽 她怎麼想 自己的戀人跟女兒發生的不倫 還懷上了孩子 難道一點反應 都沒有嗎 他就跟他講說 我們兩個是相愛的 如果你 你不成全我們的話 你看他上次 他已經自殺了 他其實一直在 在操弄這種 兩面手法 就這樣 死者挑撥這一對母女的感情 讓母女彼此不諒解 更加疏離 女子和媽媽共識一夫 這種不正常的關係 就這樣日復一日 女子後來為繼父生下了孩子 才得到許可 可以到離家不遠的工廠來工作 甚至青春年華的他 和年紀差不多的男同事 情投意合 進而交往 但是長期和他發生關係的繼父 哪裡肯 氣得找上女兒的男朋友談判 女子有跟我們說他有交往過一個月 然後這個事情被死者發現 約到家裡面 結果他們就在那邊發生了肢體衝突 逼他簽本票 簽了三張的一個借據 每一張可能兩百萬這樣子 大概簽 加起來可能有六百萬 賓女兒簽了本票 還逼他寫下了毀過書 但死者還想要更進一步來控制女子 他想到了一個 更惡毒的計劃 要將女子呢 占為己有永遠留在身邊 死者他先跟女兒的母親登記結婚 他再說服對方 可以親上加親 撮合他的長子跟女兒交往 變成了女子 白天跟死者的長子當情侶 晚上還得滿足死者的幸運 同時跟父子來交往 更選好的日子 要讓兒子跟女兒登記結婚 讓女子永遠留在這個家 死者的算盤打得很精 一旦結婚登記 他表面是繼父 女子只要在外面交男朋友 他就能正大光明的要求 遮休費 2016年的6月3號 那天風和日麗 農民歷上寫著 這天適合嫁娶 他已經幫枕邊人跟兒子 選好 就是這一天 要去結婚登記 他們都在一起客廳 在那邊有說有笑 鹹化家常 很正常很正常 但是 突然死者 就說頭暈嘛 原本就是大家 一票人就準備說 準備要出門了 那就是蔡先生剛好身體不舒服 時機來了 女子心裡閃過了一個念頭 是該了結這10年來 亂七八糟的痛苦關係 又剛好這時候 3歲的兒子 突然哭了起來 他叫即將成為他合法的老公 和媽媽 把小孩 抱回房間 他就 把他們支開之後 他就到廚房去 廚房去把這把把水果拿了 他就去拿那個 那個萬鈴傘 他打算同歸於盡 他有講到他從 好幾年前就已經 被他 而且不止一次 就是長期下來 一直都是被他欺負 那他也忍不住 從15歲開始 女子就成為繼父的枕邊人 10年來生命飽受威脅 就在被逼結婚的這一天 機會來了 女子下定了決心 關起門後 使盡了權力 瞄準繼父 也就是公公和枕邊人的心臟 刺下去 很平穩 也沒有說很激動這樣子 就是很平穩 好像 卸下了一個很大的膽子一樣 就是很單純很清純這樣子 就是一個鄰家女孩這樣子 他人長得滿清秀的 身材算滿高挑的 可以說是應該是正值青春年華時期 緊幫回想起這個當時才24歲的女孩 都忍不住探襲 花樣年華的年紀 應該在學校唸書 在職場上面拼搏 有正常的男女關係才對 這起媳婦殺公公的案件 簡阿官他在起訴書上 以沒有玻璃鞋的灰姑娘 來形容殺人的女子 悲慘的遭遇 向法官求情 不要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後來 地院一審 是依殺人罪 侵判兩年六個月 只是 女子的遭遇 卻比灰姑娘更悲慘 活在殘酷的現實中的她 根本期待不到 童話中的玻璃鞋 身上永遠留下的 是繼父的長期 所造成的恐懼和傷害 這是媳婦殺公公的背後真相 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 別忘了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掌握最新的進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請留下 再次請問 下次見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遺憾 你不要緊張